畫面中可以看到是國軍在這個屏東酒棚基地 清晨6點半進行的愛國者飛彈的試射作業 可以看到第一枚愛國者飛彈發射出去之後沒多久 甚至是還沒有到達海面上以及3000英尺的高空 就直接不明原因自爆了 這個散落的飛彈的碎片是掉落海面 而另外一枚愛國者飛彈隨即發射之後 是十分順利的升空 不過第一枚愛國者飛彈的爆炸 也引發現場軍事迷的關注 軍事專家在看過畫面之後表示 過去媒體揭露的愛國者飛彈試射的畫面 還沒有過像這樣的情況 這個愛國者飛彈是美國雷神公司所製造的 也是爭取了非常多年美方才同意愛國者飛彈在台灣來進行試射 飛彈飛出去沒多久隨即自爆的狀況 國防部也將在十點的例行記者會上來進行說明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